上派镇一处工地上的塔吊突然倒塌 一名工人被死死的卡在塔吊的中央 18号晚上11点左右 记者赶到事发现场 看到一座大约20多米的塔吊上 一名工人被卡在中央一动不动 根据现场群众介绍 记者大致了解到 被卡住的工人是塔吊的司机 18号晚上7点左右 塔吊在调运预置板的时候 预置板突然脱落 砸在塔吊驾驶室上 把这名司机砸到塔吊半中央 抢在里面 据介绍 这名塔吊司机今年大约389岁的样子 救援人员用铲车将两名消防队员 送到司机被抢的位置 消防队员用邮剧对塔吊进行切割 直到半夜12点多 被抢的司机才被救离塔吊 遗憾的是 据救援人员介绍 这名司机被重物砸中胸部 就离塔吊时 已经没有呼吸